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现在是night time 然后这个场景有没有一点似曾相识的感觉 因为我刚刚下课回来嘛 然后就有点累了其实 所以我声音呢听起来会有点疲惫的感觉 那时候会坚持 前面有一支视频呢是尝试了一下怎么样去剪空气刘海 或者是漫画刘海 然后那次尝试完以后还挺成功的 如果大家没有看过的可以去看一下哦 然后呢 接着今天呢我就想分享一个 那次剪完以后 然后他说我长长了嘛 其实现在已经到这了 已经追眼睛了 所以我其实一般 我这天没有刘海的时候我都是偏分的 然后就会像就会比较随意一点 所以呢 我这次想说就先试一下剪一个天分刘海 天的刘海 因为其实说实话我脸型呢是圆脸 再讲到一次 因为我那个脸型呢是圆脸 然后其实剪前刘海呢只是会显得可爱 但是其实修饰脸型来说呢 还是剪一个这种稍微侧 侧侧的那个刘海会比较修饰脸型 就会显得脸稍微有点长 有点长度 就是从这里到这里就会修饰到圆脸的这个脸型嘛 所以现在其实如果我洗完头发往旁边吹的话呢 它就是会有一个这种偏分 但现在它就有点长眼睛了 然后我想说稍微把它修一下 因为这边分过来的就会稍微长一些嘛 然后中间又会短一点 然后现在就是一个这个形状 所以我想稍微修一下把这边修短一点 应该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就开始了 然后就我就再分享一下要准备的东西是剪刀 就还是那个开箱子的剪刀 然后还一张纸这样放头换的话 它不会到处的乱跑这样子 之前那种很传统的剪刀的方式呢 就是分很大一块区域 然后整个剪 但我现在呢 就分到很小 就这么一点点 我觉得应该也是现在的一个趋势吧 现在我分出来就大概剪这个部分 然后我就要动剪刀 然后我想剪的感觉呢 是这里稍微长一点 那这里我可能就不剪了 稍微修一修也许 我先把这里剪一下 我还是会斜着剪这样 现在呢我剪的脊皮下来已经是 不挡眼睛了 然后我再等会儿 竖着这样子修一下 让它有一个弧度这样子 细心的心里面有没有发现我的发色变了 前几天染了一个深色的 OK 差不多就是这样了 因为我之前剪过刘海嘛 所以现在剪起来很方便 很容易成型 OK 可是这个影片呢 有点点简短 但是希望有帮助 大家可以去订阅我 这样系统就会自动提醒啦 如果我有更新的话 OK 那就谢谢大家观看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